又来到拆解经济的时间,继续有我温水 在我身边有90后投资经历,云云 Hello, 大家好 我回报一下今天的状态 我经历了差不多4个星期的病情之后 现在的声音都叫做回复了 但是这个驱穴,包括我的脑部运算能力 都只是回到未病之前的80-90%左右 都还是有些后遗症 希望大家能量解和体谅 这里也开始要做一些广告 希望大家不要离开 希望大家继续like, share and comment 和按一按订阅那个小铃铛 当每一次我们出新片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出了新片 除此之外,我们也有一个Payme打赏的系统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打赏一下我 让我们这个小型的自媒体可以转得好一些 而且都非常需要大家的支持 大家当是资助下没有汤米若辉 现在都开始有点黑球的感觉 Anyway, 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个80元的会月计划 只要你在我们的片下留留言 以及问问题的话 基本上都留留言 我们也都会在会月的环节 去解答大家的问题 也都会读大家的留言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90%投资经理阿妍的自己的投资防部 最近是不是有一只美股都升得很厉害? OK, 升了大约两成多左右 对得着江东腐脑 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些他的投资策略 或者他怎样去帮他的客户保本保命 就可能填一条个Google方向 那你就自己联络回他 那你们之间的东西就自己去解决 去回我的东西 我自己也有个Patreon订阅的节目看 也都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我们YouTube就会说一些公共性比较兼备的东西 但是去到那些银名爆 爆黑罗、爆内幕那些东西 就会在Patreon那里说多些 所以就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那我们今天第一宗新闻很想说的 就是新鲜滚烟蓝 那我都希望可以尽快给大家一个认识 就是这个的敬委会 就最近有一个非常之有趣的案子 那这个案子我想就交给Idee 可能你再说多一点出来先 那敬委会就发现了这宗案子 就说去年的10至12月期间 中原集团和美联集团的高层 曾经多次开会 就一手物业的交易做讨论 最终达成协议 是有四大巨头的中介公司 包括中原、利家国、美联和香港置业 他们指示旗下的代理 需要在一手物业交易的时候 收取最少2%的实收用金 换言之这宗是涉嫌合贸定价的案子 最后就被敬委会发现了 这个案子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敬委会他们下午就开了一个记者会去交代事件 原来就是为何被拘捕的就是美联 但中原就没事的 原因就是中原向敬委会提交了一个宽代申请 以及他们是举报 他们作出了举报 然后经核实同意之后 然后敬委会就和中原签订了一个宽代协议 就表示是会追究中原 就现在只会打击美联 简单来说这个案子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请君入行的做法 就是中原和美联 他们就这个一手扭的勇急帮 就大家合谋定价 就一起夹定至少要收2% 好了,大家谈完了,谈好了 跟着呢,中原有份谈的 调转枪头,中原就去敬委会那里 读欢去做举报 先协议,后读欢 之后就赢了自己的竞争对手一获 这个就是整件事的来落去莫 听起来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因为这一组这样的反竞争条例 往往去到世界各地 都是会成为了不同一个市场的参与者 去攻击对手的一个武器 就算全世界都是 譬如台湾,台湾的广达做电子 亦都是被这个威普 HP 是控告这个反竞争法的 大家之间 是会和女性打来打去的 虽然大家都是同一个行业 但是有时候可能 令知所知 竞争对手之间都会有一些这样的行为 就是你告我,我告你 再去回到早前 譬如看张武尚的经济解释 都会有说过 譬如IBM那些指 会不会有合谋定价 又或者壟断市场行为 那就会有很多也是竞争对手相关的 我觉得如果大家对于这个题目 是有兴趣的 我们可以搜寻一个经济学家 一个法律经济学家 叫做Aaron Director 他就是说这个竞争法 什么反抗IC法里面的超级权威 你可以看他的书 我自己对竞争法的了解 都比一般人心 但是坦白说 竞争法不是我的 Research interest里面的 重要的部分 所以 因为这宗生物比较有趣 所以想和大家去说 就算可以到美国 都是会有一些大家互相睹背脊的行为的譬如 现在SEC就很流行去说那些稳定币 那早派就是为什么这个BNB 就是BINANCE它出的那只稳定币 会被USDC或者USDT 一起去攻击的原因 就是做于不同的利益团 那USDC它背后 是有很多的全土华尔街的大基金去support 那他们会有诱因去攻击 这个BINANCE它出稳定币 这个外伦业竞争对手 所以都是会有一些互睹的 结果就说BINANCE的那些稳定币 是政权 结果就带了一个麻烦给他 所以有时候这些反竞争法 其实会变成了这个竞争对手 互相睹背的一个措施 就是透过一个第三方的公权力 去帮你打击竞争对手 那这个就是一个好的例子 就是明明中月都是有份的 但是中元签完这个2% 大家合谋定价的合约协议 不要说签 大家协议之后呢 反过来就去督灰 然后应该在我相信 他的举报的时候 一定是挪裂了一些很材料的证据 如果不是他的举报是不会成立的 那一定是他拿完这些证据 那证据就是他跟你谈的 他一定是掌握证据 就是先协议后督灰去铲除竞争对手 所以都忽得不说就是整个中元 又或者真是中元背后的老板 施生都是非常之厉害的 就是老谋心船 完全是有计刹去搞人家一旺 而且你看到一些叫做 垄断性竞争的市场 特别容易出现一些 叫做合谋定价的东西 就是你的市场是由几大巨头 去到垄断去瓜分了 绝大比例的市场份额呢 其实他们是很大的诱因 去做这些叫做合谋定价的 所以某一个国家的石油公司 都可能有些类似这样的案例 或者刚刚你说的 一些垄断性的科技公司 都会很容易出现一些 吞托定价的案例 今次这个香港的叫做 中介的地产公司 都是由刚刚所提过的这几家公司 去到瓜分了绝大比例的市场 所以其实特别容易出现这个情况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刚刚你说的 就是中元作为一个督灰者 其实他就是享受了2%的佣金 之后 即已经取得了好处 然后再刺别人 即换言之 他成功打击了对手之余 而且能够享受到2%的佣金 即换言之 他就是完美转身 华里转身 这样赢了所有东西 是 可不可以弄多2% 我不敢说 但起码就是 你先掌握到证据 因为你证人之前 首先你要有证据 而这个证据 既然是推荐到 敬委会 他们真的可以开一个记者发布会 甚至乎 是可以对美联作出控诉的时候 一定是有充分的证据 甚至不是很材料的证据 那你说真的 你这些合谋定价的东西 如果你不爆 我不爆的话 你两个派对 或者几个派对 大家唯一不爆的话 你会知道的 突然有一只龙女鸡 他走去爆了出来 其实他一定是掌握了最冲突的证据 分分中 敬委会就算 你找到商业罪案调查科 去勾线 监定都可能没那么足够 因为你本身 已经是人证加物证的提供者 所以这个就是 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案子 而且都开始看到 就是敬委会都不是母牙老虎来的 以前一开始敬委会成立的时候 都被人觉得是母牙老虎 因为故事都做不到很多东西 继续都是有很多的围标 但是敬委会他做的东西 有时候都令我挺估不到的 譬如他会说三宗商 就是做那些书 发行那些书 就有一个合谋的东西 你身为敬委会 你居然太岁头上 动土会动三宗商 然后之后 也都比如以前有说一些入友 石油的商业公司 事与大厦为标那些更不用说 所以就慢慢 敬委会开始都掌握了越来越多的权力 我觉得今次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在于涉及督灰 因为你装悦是有份协议 那2% 然后倒转窗头 你就提供了资料给警委会 这个督灰的合谋 就令整件事比较汁 而且现在对于地产的任何消息 我想大家都很警察 如果你用2% 大家不合谋定价 那变相 可能你未来的房子 可以便宜多2% 有机会 有机会 未必真的便宜了 但是可能你不用至少给2% 可能有一个以计空间 那里如果你乘楼 买得比较单价贵 高了几十万 所以都不是一个细数 我觉得这宗新闻 都可能会有人去谈人 但是令我最觉得有趣的地方 就是先协议后督灰 这一件事 就是它作为持份者 它竟然是督灰 其实你看到 那个宽代条款 其实很大程度上 利用了这个条款 所以才会发生这件事 即是它说明 它有两个情况 是可以令到 你可以豁免那个 叫做罪行 第一就是你 首先你是 你是向警委会 举报 你是涉而合物行为 即是你是 自己做了那件事 然后你不要紧 只要你向警委会 说你自己 下都说成宽 其实已经是 叫做 满足到这个条件 你就可以 不需要受罚 这样 其实它因为有这个条件 所以中原才会做这件事 命令列了 就是大家鼓励互相举报 即是你督我 我督你 去这个秦朝商铅的时候 大家就是互相举报 互相监控的状态 就是你想想 如果没有这条款 其实它们是可以 继续继续维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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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市场上的垄断行为 就去做一个 就是检控 那其实如果你放眼去 世界的那个竞委会 它们除了会做现在香港竞委会 这个部分之外 都有一些再劲一点的部分 譬如 当一些收购的合併 如果那个大型的收购合併 是令到那个当地的竞争法委员会 觉得合併完之后 是会变成了一个垄断性产业的话 那那个竞委会 有机会是会出一个类似 反对通知书 是会阻碍那些大的交易 是成立的 就是譬如 我记得电换游戏世界 是不是说的Microsoft 想收购这个洪雪 那其实它其中的一些 你都是要确定它是要过到那个 美国竞争法委员会的一些 一些相关的要求 就是你不会垄断了那个 gaming industry 那这个我不是太清楚了 但是我很记得就是 当初董伯伯船王 是不是要卖给中资的时候呢 其实它都是要过一些相关的 监管机构的规定 就是确定因为 本身收购董伯伯船的中海运 都是很大隻的 那董伯伯本身这个东方海 都不是小隻的 那你如果两个 两强突然间变成了同一个单位的时候 有机会会令到整个市场 可能是过动地垄断 那个单一的机构的那个市场份 是持有过很多 那在这些屈折眼上面 那竞争法委员会 就有机会是会阻拿 这些收购合并去发生 那但现在香港的 竞争法委员会就暂时没有做到这些事情 就是你有一些他们觉得不顺眼的垄断市场行为 他们是会做的 但是他不会阻止评购住的 暂时 就是未见到有些很明显的case 就是说 那个评购是会令到市场更垄断 所以他就会突然出生了一些不会的 但是在放租世界 无论是美国 中国也有很多这些事 中国就更加多了 大概一年半两年前的那些科网巨企 都是被大陆说他们垄断了 比如可能是垄断了支付 垄断了打游戏机 垄断了这个平台行业 用这种口实去打击那些科网巨企 又或者可能是那些大的共享平台 什么美团 阿里巴巴 全部都是用类似的东西去搞的 所以竞争法搞起来是可以很大的 但是用一个雷文的俗语来说 就是去到后来都是收徒地了 如果你愿意跟竞争法去谈 然后交罚款的话 那其实是可以解决到建设的 即竞争法委员会 为什么在美国一些很自由派的经济学家 例如那些自家国学派的人 他们会这么反对的呢 就是因为他们相信市场是会自由 有秩序地发展的 如果你突然之间加了这个 叫做反竞争法 那其实是增加了很多市场行为的交易成本 因为你要定义那个行为 是不是竞争性行为 是牵涉人力物力 那当然你会养肥了一个产业 就是因为有一些的律师 又或者相关的所谓的专才 那他们可能会不停研究这些这样的市场行为 那你要给那些股民费 那你就养肥了它 但是对于那班的 就是相对地 相信自由主义的 知加哥学下的经济学家来说 就会觉得 这些是多此一句 即市场是会自己去调节 是会自己去adjust 那你突然之间 无端端由一个第三方的政府机构 去定义什么叫做竞争的话 它会增加了那个成本 甚至乎是会有鼓励正位的行为 譬如可能一个寡头领断的市场之下 好像美联终原那样 就是互相独灰 又或者去到某些位置的时候 就是那个大型的综合性企业 它只是可以做一个市场 它不可以延伸去参与多一个市场 即它没办法发展 那就可能会做到这些这样的障碍 所以就是竞争法 如果你是一个自由派的经济学家 你是多反对这一样 但是那个反对的理由 我都是引述那一帮自由派 或者是一个学派的经济学家 他们的一个想法 或者是一个简介 所以其实这些都是case by case 所以就算不是今次讲 那些地产中介的叫做竞争法 就是之前都有一些药房 或者香港仔鱼蕩 都是类似这样的 特贸定价的嫌疑出现 我想全世界这件事都是常见 因为你作为一个商人 如果你去到一个叫做寡头性垄断的话 其实你一定是想方法 如何去拿取市场更加多的利润 所以这个就是人正所在 但是有些case 可能是天然性的垄断 可能对于某一些行业来说 只有某一个人去做 其实就是对市场更加有益 以香港为例 如果香港那么小 你根本容不了第二条铁路 我们小时候读书 有些东西就是天然性垄断 如果你多一条铁路的话 你会令到那两个铁路公司 平均成本上升了很多 最后可能市场会受害 就不会令到更加多人突免 相反一些 比较大众的产品 例如药房这些生意 如果你是某几大商人 去到垄断的一个市场 受害会是工作 反而你说真的将垄断解除的话 利益才会回到公众那里 当初学这个自然的垄断的时候 还有一些再教科书式的例子 譬如你可能是某一个地主 突然发现你的地下有石油 你那块地下面的石油就是属于你 看回你的合约 因为地的合约可以很复杂 有时候只是说地皮 如果包括地骨 即地骨是一个词 如果包括整块土地的永久使用权 包括地下的永久使用权 那石油是属于你的话 那这个就是属于 你在当区的石油的一个天然垄断 就是你突然天降华彩 这就是一些 譬如很教科书式的一些说法 这就是自然性的垄断 如果你说回到general的行为 可能有些你觉得 大家有合谋去做市的倾向 我觉得那些都算是垄断的 而且香港的而且有很多产业 你是没办法去参与 譬如可不可以建一间股票交易所 现在香港的唯一一间股票交易所 就是联交所 正如如果竞争法委员会 可能你在六七十年前就已经有的话 当初社会就不会合拼成为联交所 所以都有时候是有些历史的恩由 现在香港就只有一间股票交易所 是不会再有第二间的 但如果在N年前的话 至少有四间 如果你有竞争法委员会的话 那四间就不会合拼得到的 所以当然历史是一个史言 或者是一个 我想某式来说 可能是一个偶然性的一个结果 都关于权力资本斗争 你不可能还多立一间马会 即使你银行都是很难才能出牌 或者你巴士线、小巴线、的士牌 其实都是有类似的背景或因素 都可以用这些去说下去了解 但就因为一些历史的缘由 所以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我记得以前 佛利文都经常说香港是一个很自由的城市 但反过来我现在就觉得 我不是说一些很政治上面的东西 即是说回经济、营商、自由来说 我都不是觉得说特别自由 很多行业都已经有很高的门 你进不去 譬如香港你要说回银行业 譬如银行你叫明王 它都是那十几间而已 当然香港除了零售银行之外 也有很多银行的 有IBANK 也有一些你想不到的银行 可能有些是进入了制裁名单的银行 不知什么 我记得有一家可以做到伊朗生意的银行 我记得昆纳 这个可以做到伊朗生意 但它在香港都有一个注册 但是没有分行的 就会有一些这样的小型银行 但去到美国不是 美国是可以 每一个省份都会有一些你听不到 或者你明听过的银行 所以为什么美国继续价值 然后美国的那些银行会继续爆 但是香港就好像没什么爆的原因 就是因为 首先香港的那个防火场设计比较高一点 就是他们做streat test 或者对于资本的充足比率都会比较高一点 第二就是 人家真的有很多地区性的小银行 香港很忙的 就是那些地区性小银行 我正在做一个case study 叫做Hardland Tri-State Bank 他是在坎薩斯州的一间银行 那坎薩斯州的银行 就是因为老板自己去赌密货币 输了他整家都输了 但是老板没赌密货币 去输了他的银行之前 例如一间银行 他可以只有15个人做员工 那你去香港就算是想不到 你去香港就算找一间 去银行 都不会只有15个人 那所以 其实香港有很多行业的入货币 都是很高 是高度 高到一个位置 你会不会觉得是一个垄断性的行业 比如我跟你说是开不了银行 在香港 但是反过去我们去一些第三世界国家 甚至乎美国 我们都还有机会 可以开到银行 可以一些散烈的政法 我们都还有机会 所以那几颠覆了我的想法 就是最近这几年的观察就是 就是说香港的营商自由No.1 经济自由No.1 但是你不是的 你看到很多东西 其实都是高度垄断的 例如免费电视牌照 都已经是高度垄断性 你永远都有德国的 当然我自己都觉得 香港是容纳到十间以上的免费电视 但是市场竞争 你便给一些人自由去入表 自由去申请 那王维基都不行 王维基实际都有资本 他都不行 所以其实香港的营商环业 没有大家想到这样子 其实你看到很多都是 除了刚刚说的那些的士 而且的士都是近年才开放了竞争 即是见到Uber Taxi 订阅了 其实对一些Uber的老经营模式 叫做正开正眼闭 才打破这个竞争 其实几十年前都是保持着 的士壟断了香港的一个中产 或者以上的一个玩法 你看到医生都是这样子 都是一个叫做专业垄断 就是某些人可能垄断了医学知识 这个是不分家 在美国的话 医生去做诊断是一个专业 反过来你用什么药的话 是另一个专业来的 和药是分家的 但香港不是的 医和药是在一起的 就变相要不断卖 那个医生就是你用的药 那些药又厉害 突然医生掌握了 比较大的权力 和医生他让我出自药身上 他譬如我病了去看医生 他不只是收了层金 他收了我的药 不费我 就变相他自己又赚了一笔 即是钱的问题 你永远是不想那个行业 更加多的供业 去取代你本身那些人 因为你多供业 就意味着那家一定下降 所以一定是永远是捉起个围场 去防止更加多人去加入那个行业 即是你如果作为一个行业的中坚分子 你这样想都是无后费的利益所致 最后就来到这里 希望大家多点like share and comment 希望可以payme或者youtube 打赏一下我们 我们有个80元的youtube会月计划 希望可以见到大家